哈喽大家好 那我想各位最近一定非常勤力洗手 那洗手嘛这很重要 可是呢洗手的一个细节要相当注意 尤其是水龙头的把手 你不要手洗干净了又去关水龙头又脏了 那最近我有进了一些自动化的一个配件 就在这边 就是说我们手伸过去水就来了 那不需要再去开水龙头 而且这个是用干电池的 不用再配什么电 这一个电动滑门干电池还有这个是感应器 那至于怎么装配 那请看我以下的影片 那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 那可以看我影片下方的连结跟我联络 哈喽大家好 那我今天想要来教各位 做一个自动洗手器 那为什么要做自动洗手器呢 因为我们在整理花园的时候呢 手经常会被泥土弄脏 那如果被泥土弄脏以后 我们去开水龙头 这水龙头就脏掉了 那我们洗一洗之后呢 还要去洗那个水龙头 对不对 那我们有一个方法 就是用自动的 希望大家经常在公共厕所看到的那个方式嘛 你去手伸过去水就来了嘛 对不对 那在我们的花园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现在就来教各位 那需要哪些东西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六伏特的一个电磁法 直流的电磁法 那这个就是六伏特的这个感应器 再来这一个就是这个六伏特的电磁盒 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一二三 三种东西 就可以达成我们今天所要的一个工作了 那我跟各位解说一下 就是说 那平常我们这个水龙头 就是锁在墙壁上的一个零件上 这个就是有内涯的一个直通 那我们把水龙头拆下来之后 你可以装上一个这个三通 让它多一个开口 那我们装上三通之后 这个有多一个这个开口嘛 那你可以用这个 有那个钢丝披护的软管 把它延伸到你的第二个水龙头 就是这种水龙头 那就把它接到这个上面就对了 这里接过来 接过来 接到我们这个六伏特的电磁法 六伏特电磁法 这边出水的话再接一个水龙头 那这边的情形大概就这样子 那我们就来讲这个水龙头的一个自动的部分好了 那这是一个六伏电磁法嘛 那我们将水龙头接上去 因为水龙头一般都是外涯的 这个刚好也是外涯 所以你就是将这个水龙头转换成内涯的 那等于你的洗手台 到时候就会有两个 两个这个水龙头 那这一个水龙头是自动感应的嘛 那当然这个照理讲应该向下 我们现在在做这个示范的时候 我们就先这样子 然后 这个东西 它是 透过这个控制 这个感应器 然后送一个电压过来 那 我们来把电接上去 那它的供电的话是用 4颗1.5伏特的干电磁 就是3号干电磁 那你最好用碱性的 因为它 那这个会带动电磁法嘛 用碱性的力量比较强 电流比较大就对了啦 那4颗也刚好是6伏特嘛 那 这个感应器的话 你就放在你的水龙头旁边 那一旦你在洗手的时候 这个水龙头就会被自动打开了 那我现在就已经把它接好了嘛 那我就来临时接个水过来 好 好 我来先把它 暂时固定一下 好 那感应头我们就放在 我们洗手的一个附近就好了 好 它感应有一定的范围 你不用担心 就是有一定的范围 好 好 那我这里我们就来接水上去 试给各位看 好 那我们把这个临时的水接上去 好 那我把开关打开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当你的手接近这个水龙头的时候 被这个感应器感应到的时候 有没有 水就出来了 好 那你离开了以后 它就关掉了 好 那手再伸过来 好 有没有看到 这个方向 你这个方向你要跟它对准你的洗手的方向就对了 好 那你手在这边 它就会不断的 好 好 那你离开 它就停 好 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去开这个水龙头的开关 好 好 这样的话是不是很方便 好 好 那以上为各位示范 如何将自家的这个水龙头 改装成 伸手水就来的一个 洗手气 好 那希望各位呢 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那 各位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要按赞 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各位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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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